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救護員幫一個氛圍的男人急救 送院後證實死亡 而其他懷疑吸入濃煙不舒服的住客 在場治理後也送院 現場消息指 同秀方一棟堂樓有單位凌晨2時多 懷疑電拖板短路著火 消防渡場分別在起火的單位 和另外兩個單位救出8個男女和小童 消防出動一隊煙霧隊和開口罐救 大約半個多鐘後救息 火警中大約30人要疏散 警方國安處星期一 抓了一個48歲的女人 涉嫌發布具有煽動意圖的訊息 案件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國安處星期一下午根據法庭搜令 搜查這個女人位於西區的住所 並檢獲懷疑曾經用作發布 煽動意圖訊息的電子通訊工具 被捕的女人涉嫌多次透過不同的社交平台 持續發布具有煽動意圖的訊息 內容涉及煽動他人引起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憎恨 帶有口號、鼓吹港獨、煽動武力對抗 以及侮辱國旗和國歌等 他被暫控作出一項或多項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星期四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東沖北大嶼山公路發生致命車禍 兩輛貨車和一輛的士相撞 其中兩輛車著火 的士司機被困當場證實死亡 事發凌晨四點多攝氏的士車頭燒毀 車身也嚴重毀爛 消防搶救被困司機經檢驗證實死亡 消防拉起布幕處理遺體 而另一輛曾經著火的貨車司機受傷送丸 整架消毀 消防不停向貨車射水降溫 有司機目擊兩輛貨車傷撞的一刻 兩輛貨車沿著北大嶼山公路向機場行駛 其中一輛貨車撞向另一輛貨車的尾部 將前車由慢線推向中線 兩輛車去到東匯城附近停低 現場消息說 美除洗字的的士懷疑收績不及撞向貨車車射尾 的士同一輛貨車著火 有目擊者說當時的士撞向貨車射尾著火 大約一分鐘左右就聽到啵聲然後撞火 貨車的車尾 即貨車的車尾 越燒越大 越燒到前面 接著有幾聲爆炸聲 攝氏另一輛未有著火的貨車 駛開停在路邊等候調查 無線紙記者麥斯文伯特 本港一月有近300宗涉及的士的交通意外 攝氏的的士過半都是60歲或以上 政府和的士商會都說 期望透過引入新科技減少意外 的士交通意外時有發生 本書及物流局回應立法會質詢 說一月有295宗 即大約每4宗交通意外有一宗涉及的士 比例和過去兩年相約 有的士車行負責人說 的士在路面行駛時間長 交通意外數字比較多也合理 一輛的士差不多每天在路面行駛 超過20小時 它的行車理數是數以十倍 比私家車多 交通意外佔的比率高一些 我想用科學化的推理其實是正常的 主要說真的就是我們香港人心急 因為說真的大部分的意外 其實我覺得駕駛者自己 應該要負上最大的責任 因為自己一時心急 或者講電話 自己在想事情發生交通意外 按年齡劃分 說近半的士司機介乎50至65歲 贊成政府成立專家小組 檢討高齡駕駛人士的體檢機制 第一格已經落地了 我希望有這些新的輔助到 減低以外的交通工具 可以幫助業界減低交通數字 運輸及物流局也說 會透過科技改善駕駛安全 至今已有三項目正式進行試驗 包括監察司機駕駛狀態、行為等等 會繼續留意各項試驗結果 以鼓勵更多的士案狀 無線紫記者 劉進入報導 美國與台灣有團體示威 反對台美歐聯謀毒 美國紐約有華人團體 星期三在蔡英文下塔的酒店出面 集會示威 指責蔡英文賣台求榮 支持中國統一堅決反對台獨 台灣幾十個政黨同團體 星期二在台北集會 抗議蔡英文假借過境之名 會見美國反華政客的謀毒行徑 勞動黨主席吳榮元說 台美歐聯謀毒 對台海和平穩定造成破壞 傷害兩岸民眾的感情 批評民進黨當局不斷操弄意識形態 在兩岸之間製造對立和仇恨 集會人士說 台美歐聯的本質是毀台 賣台 只有兩岸統一 才能拯救台灣 剛與中國建交的洪都拉斯 總統卡斯特羅將會訪問中國 洪都拉斯外交部星期三在社交網站說 卡斯特羅很快就會到中國官式訪問 並簽署一系列有利兩國的協議 但沒有提到確實的出訪日期 洪都拉斯星期日和中國建交 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洪都拉斯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 並停止與台灣一起接觸和官方聯繫 英王查理斯三世繼位後第一次國事訪問 抵達德國總統斯泰·欽曼爾說 與脫歐後的英國展開新關係 兩國的友誼更加好 英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 抵達柏林著名地標 柏蘭登堡門 德國總統斯泰·欽曼爾在場迎接 並舉行歡迎儀式 歸樂隊奏起兩國國歌 查理斯三世和斯泰·欽曼爾 檢閱儀仗隊 查理斯三世抗例在社交媒體發表聲明 對此行能夠促進兩國傳統友誼感到非常開心 但人又和歡迎的群眾交談 查理斯三世今次出訪原本首先到法國 但當地因為退休改革爆發反政府示威 要押後行程 史泰·欽曼爾在總統官底 撤國見本代查理斯三世抗例 支持時說2017年3月29日英國啟動脫歐程序 6年後的今日雙方關係展開新的一頁 至今兩國關係依然很重要 友誼友增無減 查理斯三世支持說 多年來被英德兩國的友誼所觸動 雙方的夥伴關係在各方面顯示出來 他特別指出斯泰·麥爾 是他媽媽異故英女王的好友 而英女王極為關心英德兩國關係 英國政府亦希望查理斯三世此行 可以在脫歐之後重建英國和歐洲國家的關係 以及顯示雙方團結應對奧烏戰士 查理斯三世都會在行程中 展示英國皇室的軟實力 加強皇室在英國民眾心目中的地位 查理斯三世當地星期四 會到國會發表演說 星期五還會訪問漢堡之後回國 無線電視機者李澤浩報導 投資銀行碎銀收購稅信之後 不夠兩個星期撤換行政總裁 美國就指控碎信業助富豪逃稅超過7億美元 瑞銀在瑞市政府促成下收購同業稅信 嘗試換和銀行業信心危機 不夠兩個星期後突然逆稅 近三年前至離開的安斯傑 下星期三開始回潮 再做瑞銀集團行政總裁 瑞銀主席形容他是更好的人選 督道和瑞信之間的重大整合 因為過程極其複雜 執行風險很大 想任不夠三年的現任行政總裁阿梅爾 同意為了瑞市金融業同國家利益 轉為集團顧問 62歲的安斯傑 2011年至2020年任職瑞銀行政總裁期間 外界讚揚他成功為金融海嘯的衝擊善後 包括縮減投資銀行和固定收益交易業務 專注風險較低的財富管理等 他期望市場給點耐心 給幾個月時間執行合併大計 彭博引述消息說 瑞市官員曾經敦促稅銀 找有豐富經驗的重量級人物坐鎮 確保整合過程順暢 但瑞信可能遺留不少問題 例如美國參議院一個委員會指控 瑞信違反2014年和監管部門的協議 到現在都繼續為美國富豪逃稅 涉及超過7億美元 方法包括用離岸戶口 隱藏有拉丁美洲雙重國籍人士的財富等 瑞信強調一直不容忍逃稅 已經與美國當局合作處理 瑞士政府指令瑞信160億瑞士法郎 一級額外資本債券AT1價值全部歸零 明顯影響投資者對這種債券的興趣 截至星期二 歐洲銀行AT1平均知識率大約在13.5% 只是略低過紀錄高位 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軒報道 東方日報社論 西方血雨罩傳承 自干敗壞亂人心 只要打開報紙 簡淡聞各類犯罪的新聞無日無知 黑幫尋仇私殺的消息遵目驚心 最荒謬的是 執法部門不僅對街頭暴力血案運無知覺 高官甚至尖尖自喜 形容主要罪案數字是回歸以來最低令人執務 實情是 本港罪案數字已經是連續五年上升 2022年英國錄得7萬多宗 報案率只是35.2% 對比五年前足足下跌13個百分點 文匯報社評 運輸及貿易局長林世雄昨晚說 港鐵已與內地相關鐵路部門成立專責小組 研究將高鐵短途班次地鐵化的可行性 香港與內地合作進入新階段 高鐵短途地鐵化是民意所向 有利救見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符合兩地共贏發展的大勢所趨 兩地交通管理部門應該加緊合作 早日促成 經濟日報社評 古港經濟漸趨復上 缺人之聲四起 社會已經有一定的共識 個別行業需要外援救急 但藉此換解長期人力不足前 還需要三思而行 有別海外 本地勞動力參與率跌創新低 反映不少打工仔 逆後還未重返職場 當獄展開新一輪人力資源的時候 有必要探究底印 東東網紅 一起看看他是怎樣生活 43歲亞當年輕的時候就喜歡亞洲文化 2007年大學畢業之後 因為看好重慶發展潛力 決定加盟朋友的房地產經紀公司 擔任總經理 他近年更加在社交平台拍片紀錄 日常生活和跑步這個外號 亞當透過運動網紅這個身份組織多場跑步活動 已經吸引700多人加入 多數20至40歲 他們已經改變了 過去兩年 他們變得更加健康 更加肯定 所以無論如何健康程度 有一個群組織和群組織 可以讓你聯繫和肯定 成為健康的人 外國人他們組織的話 可能就是相較於重慶其他的那種 現有的跑步更加的輕鬆更加的自在一點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玩了之後 就會有一些娛樂聊天的這種 亞當期望帶動更多人關注工作和健康的平衡 並在奔跑中發現不一樣的重慶 無線電視記者彭建華報導 哈爾濱鐵路貨運數碼化 在家都可以處理貨運事宜 哈爾濱民眾拿著單據 在車站奔走辦理貨運 成為過去 黑龍江省規模最大的哈爾濱鐵路貨運服務中心 升級電子商務平台 即使是24小時 逐不出戶都可以在網上處理貨運的事 中心建立全國統一的貨車運送途中軌跡數據庫 提供貨物追蹤和預測到達時間等功能 提升鐵路貨運效率和精準度 更方便貨主提前安排拿貨 除了95306雲端服務 哈鐵貨運服務中心也有客貨服務大廳 客戶接待區等 為貨主度新制定物流方案和產品 所以這次來主要是想現場了解一下 這個飼料發達廣州的這個價格和這個時效 這次來通過跟現場人員的溝通 真的挺滿意的 覺得鐵路現在的辦事效率還是很高的 赫龍江省過萬家企業 已經入住95306貨運服務平台 網上受理訂單超過500萬宗 無線電視記者陳雨喬報導 吉林長春一個8歲女仔苦練書法遊學算黑 之後創作出百多幅書法作品和幾十枚印象 一齊看看 8歲的姜雨喬緊握黑刀 正是專注算黑一枚石真印章 拿起毛筆寫大字也有板有眼 他學書法一年 算黑學了幾個月 這段時間 書法作品獲全國比賽金獎 又為學校書寫排片 現時已經創作過百幅書法作品和超過40枚印章 他爸爸姜輝是國家一級書法師 在家庭環境分圖下 雨喬每日用三四個小時 甚至一整日連書法 學習書法之後我覺得孩子的專注力更好 他有了更強的上進心 印章是書法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之前作品上的印章 都是老師黑源送給雨喬的 他希望能夠獨立完成整幅作品 所以找老師學習印章船黑 每個書法作品上都有印手章和名章 師傅在教其他師兄師姐們課 我也感到興趣 印章船黑是書法、章法、刀法、三者結合的藝術 但雨喬力氣不夠 要反覆黑上四五刀 才是成人一刀的深度 有不滿意的地方 就拿沙子打磨重新船黑 日復一日的練習 他感受到書法和船黑的魅力 更快同時希望女兒 在書法中更好學習中國傳統文化 無線電視記者彭建華報導 這次中華略景報道完 早晨歡迎收看開始打擊 外圍方面 銀行業的危機惡化風險持續減退 再加上市場對聯儲局下次會議 將會維持利率不變的預期升溫 美股做好 導致收市升到三百二十三點 標指亦升到五十六點 至於港股方面 今日仍然有得高開 高開二十四點 最新的升幅略為擴大少少 升近四十九點 還有二萬零二百三十七點 各控分類指數 只得工商指數有得升 其餘三大指數都要向下 總成交超過四十七億多 期指方面 今晚三月升五點 下月升兩點 總成交超過七千一百多張 現在期指跳一跳 三月和四月都要向下 再看看最活躍港股最新造價 阿里巴巴今日仍然有得高開 股價最新可以升到超過百分之二 暫時做在96.6的水平 至於騰訊亦靠穩升到1.4 比亞迪可以升到百分之2.1 做回222.6的位置 美團靠穩升到七毫子 至於友邦沒有起跌 暫時股價走回83.1 看六至十位 另外有隻江蘇寧戶高速公路也上榜 最新升幅矮近百分之一 快走業職後股價可以做好 最新升幅國大到超過百分之六 做在59.8毫半 李寧最新升到一毫子 京東靠穩升到七毫 至於百度今天要向下 最新要跌超過百分之二 看看科技指數表現 最新靠穩升到35點 做在4281點 之後看看石油石化股 中石油和中海油公佈業績後 股價個別發展 先看看第一隻中石油 去年多賺六成二 賺近1494億人民幣 末期升每股0.22元人民幣 股價有支持 最新升到超過百分之二 現價在4.43元 至於中海油 業績亦好過市場預期 去年順利可以倍增 去到超過1400億人民幣 派末期升每股7毫半港幣 不過股價要向下 最新仍要跌超過百分之二 現價在11.48元 至於其餘兩隻石化股 暫時沒有甚麼變動 中國石油化工 最新做在4.62元水平 中海油田服務 現價在7.94元 另外看多隻資源股 崑崙能源最新股價要偏遠 跌著五仙 做在6.11元 再看其他內銀股表現 今天來到3月底 都是金融股業績高峰期 建行去年業績好過市場預期 賺到超過3200億人民幣 農行、工商銀行最新股價反覆一點 農行最新可以靠穩升到一仙 做在2.94元 至於工商銀行股價反覆一點 很淡增持 現價在4.29元位置 看油署銀行配售A股 引入中移動母公司 中國移動集團為主要股東 集資450億人民幣 股價最新做好 可以升到超過2% 現價在4.93元 至於重慶銀行 銀行股價仇在4.2元位置 看完銀行股 轉看保險股 另外見到中人秀也公佈業績 去年業績差過市場預期 順利要跌近3.7元 去到接近321億人民幣 勃期息減少近2.5元 每股派0.49元人民幣 今日股價要向下 最新跌超過2% 做在12.88元 至於其餘的一些內險股 也普遍要向下 平保跌幅1% 至於財險也偏遠跌6仙 泰保不股變動 守回21.2元 新華保險最新跌2仙 做在18.3元 再看其他焦點股 錦鋒利業去年業績好過市場預期 順利可以升到接近3倍 勃期息每股派1元人民幣 不過股價要向下 最新跌1% 做在47.8元 至於廣氣去年順利升6% 賺近80億人民幣 勃期息每股0.18元人民幣 股價也要偏遠 最新跌1仙 做在4.98元水平 至於萌牛 去年順利可以增長到超過半成 賺到50億人民幣 不過還是差過市場預期 勃期息每股40.2元人民幣 股價最新要向下跌1.5元 快手上季虧損收集 經調整的虧損超過4532萬人民幣 累計全年經調整的虧損 也可以收集 收集到57億人民幣左右 股價最新越升越多 升幅現在最新 擴大到超過9% 做在61.5元位置 復生國際去年順利跌近9.5元 末期息減少9.5元 去到14港鮮 股價最新要向下跌近超過3% 現價在5.92元 開始打擊看到這裏 再會 中央北大嶼山公路發生致命車禍 兩架貨車同一架的士相撞 其中兩架車著火 的士司機被困 當場證實死亡 自發凌晨4點多 攝氏的士車頭燒毀 車身也嚴重毀爛 消防搶救被困司機 經檢驗證實死亡 消防拉起布幕 處理遺體 而另一架曾經著火的貨車 司機受傷宋怨 整架撕毀 消防不停向貨車射水降溫 有司機目擊兩架貨車傷撞的一刻 兩架貨車沿著北大嶼山公路向機場行駛 其中一架貨車撞向另一架貨車的尾部 將前車由慢線推向中線 兩架車去到東匯城附近停低 現場消息說 還未除洗字的的士懷疑收績不及 撞向貨車車射尾 的士同一架貨車著火 有目擊者說當時的士撞向貨車射射火 大約一分鐘左右就聽到啵聲 然後撞火 貨車車射尾 就是貨車的車尾 越燒越大 越燒在前面 然後幾聲爆炸聲 攝氏另一架沒有著火的貨車 駕開停在路邊等候調查 大埔同壽方有住宅單位起火 八個人受傷 同懷疑吸入農煙要送院 其中一人死亡 救護員為一個昏迷的男人急救 送院後證實死亡 而其他懷疑吸入農煙不適的住客 在場自離之後亦都送院 現場消息說同壽方一棟堂樓有單位 凌晨2點多懷疑電拖板短路著火 這次房到場分別在起火單位 和另外兩個單位救出8個男女和小童 凌晨房出動一隊衣舞隊和開喉灌救 約半個幾宗救息 火警中大約30人疏散 近日不少大型展覽恢復在香港舉辦 會展說香港簡單碎製和鄰近內地市場 吸引不少展覽重臨 預計下半年業務可以回復到疫情前的七至八成 過去三年在邊境防疫限制之下 本地展覽會議業受創 灣仔會展疫情前 每年會舉行大約一百一十幾個展覽 低迷時數目一度少超過一半 隨著服償 會展亦都重新熱鬧起來 剛剛閉幕的巴塞爾藝術展 第一次用到兩層的展覽廳 五天錄得8萬6千人次入場 是疫情之後最大規模的展會 會展說今年將會舉行大約一百個行償展覽 七成是商貿展覽 形容恢復進度理想 預計下半年業務可以回復到疫情前的七至八成 參展商 很多都告訴我們 其實過去三年來不到香港 他們也有去其他國家參展 他們都告訴我們 其實香港的魄力和吸引力和魅力 其實是很多亞洲的城市 都不可以能及的 即是不可以跟我們比美 香港就是我們的很獨特的優勢 我們有一個可以打通 和內地一個很龐大的市場 亦都是因為香港的稅制 非常之便捷 還有香港的出入關 亦都是非常之便捷的 這個是對於我們香港做一些 國際的貿易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其中六月舉辦的國際旅遊展 今年會用到四個展廳 恢復疫情前的八成規模 不過主辦單位說 因為搭建攤位等的人手仍然短缺 加上酒店房來港的機票都貴 亦都限制了展覽的規模 有一個海外參展商 你過來香港參展的時候 你當然要給參展費 你派人員出來的時候 機票和酒店開支 它有效找人來搭建攤位 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有成本增加 所以有些可能未必能來得 即使利得的 以前可能有二十個 現在來說可能只有四五個之類 湯錦成又說 展覽和旅遊等行業所流失的人手 很多都仍然在觀望著 疫情會否再反覆 暫時未敢重投相關的行業 相信最快到明年才會有好轉 毛詩列治記者 澤遠問不到 看長兄消息 恆生指數最新報20215點 升24點 總成交超過179億 稍會約港股 阿里巴巴升過8 騰訊升兩元 快手升5.15 美團跌3號 比亞迪股份升5.2 北道集團跌5.1 恆子、瑞銀一隻牛證報5,4 京東集團升過1 恆子、順銀一隻紅證報3,8 右邦跌1.5 其他主要藍籌股方面 美鳳控股升1號 右邦跌2號 中移動跌2.5 港交所跌2元 香港中華媒氣跌5 恆生科技指數報4272點 升26點 內利股市上證綜合指數升9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20點 兩隻新股星期五在香港上市掛牌 內地塑膠產品生產商中保身材 公開發售部分超額應夠5倍以上 一手中簽率百分百 每股以下限1.05元定價 集資剩額超過1.5億元 內地跨境營銷公司力盟科技 公開發售部分超額應夠12倍以上 一手中簽率兩成半 抽二十手賺獲一手 每股定價7號 在招股價範圍中間 集資剩額9680萬 以太煤炭計劃除牌 回購所有H股 以太董事會通過回購所有H股計劃 每股最低17元 較H股星期三收市日價超過5成 總代價超過55億 公司認為H股交投量低 難以有效融資 內地B股上市地位便會保留 其他消息 俄乎戰事持續超過13個月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表明 要堅守東部城鎮巴克穆特 以免俄羅斯宣傳打勝仗 逼烏克蘭和談 扎蓮斯基入華正是致力邀請 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尋求解決方案 中方說沒有信息可提供 烏克蘭東部城鎮巴克穆特戰程交著 烏軍坦克星期三向俄軍陣地開炮 支援步兵部隊 駕駛坦克的烏軍說 希望可以善用美國援助的坦克 加強烏軍的火力 烏克蘭國防部長列斯尼科夫 同日檢視德國援助的步兵戰車 德國傳媒報導 已將18架炮爾坦克 交付烏克蘭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以視像形式 參與在美國舉行的民主峰會 說這是一場針對自由和民主的戰爭 必須擊敗民主的敵人 而這是民主真正安全的基礎 扎蓮斯基早前在火車上接受美聯社專訪 說歡迎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但有一些已經承諾的武器 例如美國愛國者導彈防禦系統 就仍未送到烏克蘭 對烏克蘭堅持在巴克穆特作戰 扎蓮斯基說俄羅斯一旦攻佔這個東部城鎮 會藉此向外宣傳 迫使烏克蘭妥協簽訂和約 扎蓮斯基又是專訪說 會用盡所有外交途徑 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烏克蘭 並且和他會面 認為可以和中方找到解決戰士的方案 對於扎蓮斯基的邀請中方說沒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同包括烏克蘭在內的有關各方都保持著溝通 克利姆林宮發言人就說中方領導人會自己決定會面的必要性 俄方對此無權發表任何建議 又高度讚賞中方採取的平衡立場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 星期三時擦拆波羅熱核電廠 這次是他去年以來第二次到訪核電廠 說核電廠周邊局勢並未得到改善 周邊軍事行動反而加劇 強調應該採取措施保護核電廠免受任何攻擊 國際原子能機構正是制定保護核電廠的新方案 並且就此與俄烏雙方討論 無線電視記者王永奇布特 東歐布加尼亞國白卡學校收到炸彈恐嚇 當局展開反恐調查 首都索菲亞其中一間接獲恐嚇的學校 家長星期三在學校後門等待子女放學 東歐說星期一和星期二 在索菲亞和黑海港口城市 雅爾納和布爾加斯 有102間學校收到炸彈恐嚇 學校需要停貨、疏散學生 東歐並未找到爆炸品 內星部長德梅爾·根埃夫說 已成立跨部門小組 就應對關鍵基建的炸彈恐嚇 和更新反恐計劃作出建議 又說會加強星期日大選票站的安全 大部份票站都撤在學校裏 德梅爾·根埃夫又說 歐洲和美國的夥伴機構 將協助保加尼亞追查炸彈恐嚇的源頭 教章方實覺因為呼吸度感染 需要留遠幾天 方實覺星期三在梵蒂江聖伯多禄廣場 接見各地信眾時神態圓上 范蒂江之後說 方製閣到醫院檢查 最初說這次是例行檢查 但意大利傳媒披露 范蒂江取消了原定星期三下午的訪問 范蒂江之後發聲明說 86歲的方製閣近日感到呼吸困難 經檢測後並沒有感染新冠病毒 即是呼吸度感染 需要住院幾天接受適當的治療 未來兩天的活動會取消 方製閣2021年因為結腸問題做手術 今年年初據報病情復發 由於膝頭問題 較中去年5月起開始用輪椅 明報社評 勞工藥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 政府有意參考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 針對人力不足的行業 例如運輸業和建造業輸入外勞 政府現行的補充勞工計劃 申請審批程序關卡相對較多 兼有不少的限制 以特別計劃方式輸入人手彈性比較大 而賣事有利有弊 隨著外勞輸入規模擴大 當局更加要確保輸入計劃有足夠的透明度 方便外界監察避免劣場 星島日報社論 益口福祥港府積極搶人才 不自給納高端人才 甚至打算輸入建造業勞工 以應對人手方 勞工組織不能只顧保障自身利益 而反對輸入外勞 卻無事建造業以至各行各業人手短缺 對經濟復甦的負面影響 大公報石平 有未來醫院之稱的廣東中山大學 附屬第一醫院南沙遠區昨日啟用 該園區位於大灣區核心地帶 作為一間綜合性現代化醫院 不單止造福廣東居民 亦將成為內地港澳人士的試點醫院 所以由大灣區醫院之稱 廣東方面為推進大灣區醫療合作 不斷推出新舉措 香港方面亦都要加把勁 轉看看 內地鐵路部門早前在200萬個鐵路員工裏面 評選出11位最美鐵路人 其中又是北京冬奧期間 表現優異的列車獎 亦有身懷絕技的沙漠鐵路支柱人 駐北京記者陳卓康去看看 來自不同省市的最美鐵路人 早前來到北京和中外媒體見面 其中就有被稱為沙漠鐵路支柱人的杜克 32歲的她是一名退役軍人 脫下軍裝之後 在內蒙古包頭一處供電車間任職 負責維修列車供電部件 10年間她風雨不改 每日爬上6米高的高壓電桿 在她任職期間設備維修的合格率達到100% 必須要膽大 心細 為了讓列車運行更加平穩有序 我想方設法把原本要求2毫米的標準誤差 控制在1.5毫米 我和戰友們還發揚退伍退色的精神 在寸草不生的沙漠裡 開闢了1300多平方米的綠洲 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跟我們一起並肩戰鬥 列車長呂派女士 同杜克同齡的呂派是京章高鐵車隊列車長 去年北京冬奧期間 她帶領團隊向運動員、記者、工作人員等 推出多項專屬服務措施 68次獲中外旅客表揚 我覺得印象最讓我深刻的是 就是很多的外國友人在乘坐我們的列車時 都會主動用漢語跟我們交流 當我們能聽懂並跟他們進行互動的時候 他們都特別高興 最美鐵路人是中宣部和中國鐵路總公司 2019年起每年舉行的評選活動 各地鐵路部門都需要組織學習活動 以他們為榜樣 努力作為建設交通強國的先行者 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陳蔡可夢到 專門會有其他消息 全民進行的評選 童編 努力作為建設交通